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花 最近几个交易了 投信持续大买台股 今天这个逆市在大买了11.48亿 这昨天投信是买超台股 昨天买超了30亿 在前一天是买超25亿 你看这光是这三天好了 我们就光算这三天 投信都已经买了快70亿台币了 投信不像外资 三天买70亿算是很多了 外资则是出现跟投信好像对坐的态度 今天是连续第二个交易卖超 卖超了143亿 外资今天卖了很多了 所以三大法人扣掉外资跟自营商的卖超 投信这个11亿的买超根本不够看 三大法人合计卖了181亿 因为自营商今天也加入卖超 卖超的有50亿之多 所以投信一人独挡 大盘的逆势是无法阻止盘势下跌的 在期货的部分大家也关注 昨天外资五年来首次转为净空单流仓 今天并没有回补多单 反而还是继续在卖 今天卖超300口的大台 所以净空单流仓部位到992口了 市场就大家传言四起 说这个外资是不是看空台股 要做空台股 净多单全部出光 五年来首件 转成空单流仓 像我们昨天节目也有讲 其实原因很多 不单单是指数现在在高档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台湾50反一 外资11月以来 卖掉我今天查了一下 11月8号 我们从8号来算 到昨天总共卖掉170万张 所以说他的多单顺势 也要做一些出厂 这也合理了 另外新加坡跟香港 都有台子旗的新商品上架 所以外资可能转一下市场 到那边蓬蓬厂 也有可能 所以不见得一定是 这个全面看空台股 倒不必先行下这个结论 好那今天我们来看到 法人是在卖方 整体而言 那亚洲股市今天呢 相对也比较走势差一点 那日经指数今天中场是小跌 0.23% 日经指数跌了61点 跌幅不大 收26756点 韩国股市呢 是下错0.33% 收2746点 所以感觉起来好像台股相对 这个今天跌势比较重 因为台股今天呢 跌幅有一% 加选指跌了140点 另外贵买指跌幅超过1% 1.17%的幅度 跌了2.13大点 加选指跟贵买指今天收盘都双双破了五日线 那另外香港恒生指数今天跌幅也没有台股大 恒指虽然说下错 但也只有跌92点 跌幅也仅仅有0.35% 好路股反而是上涨 上涨指数是涨1.32点 好涨幅0.04% 而深层是涨14.81点 好涨幅是0.1% 所以今天入股啊是没跌的 好所以雅股里面好像台股是受到这个美股下跌 这个惊吓最重了 是不是台股有点过度反应呢 还是因为台湾最近股市的走势相对的强 是顺势做一个压回呢 这个当然各种可能都有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今天11月营收全数公布完毕 其实整体而言这个11月营收上涨公司 缴错成绩单不差 所以在这个基本面的利多助长之下 是不是就一天能止跌 后续的行情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关盘 我们该这个逢低拉回收买进呢 还是要减码呢 我们赶快请教大华国际证券投顾的阮慧慈分析师 阮老师您好 那阮老师这个今天法人态度完全是不一样 对不对投信这个连续几个交易月大买台股 那但是外资呢是站在卖方 那到底你觉得哪一个队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外资因为现在是在 他就要放假了 那所以外资动作来说的话 在近期的话他会比较是保守一些 就是说他多单的部位会收一些 空单的部位也会收一些 就是说基本上他就是放假 然后准备来去过完年以后再重新来布局 那最近来说的话 我觉得法人的话内资的话呢 那么他们反而是现在是开始在买明年的东西 那加上就是说季底 包括年底的作帐也渐渐逼紧了 所以的话最近你会看到投信的动作就比较积极 那自营商的话那就另外一回事 因为自营商它本来就比较容易随着盘面上波动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我是觉得比较好的股票的话 大家应该是要跟着投信去买 因为12月底的话12月这段时间本来就是去买明年的展望 那明年的话不管怎么说明年成长的力道是比较强的 因为明年的话第一个季节也低 所以明年上半年你会看到很多东西都开始成长 那所以的话今天指数算是拉回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拉回应该还是一个短线上面的 应该说是涨多的一个修正 因为你看五日线的乖离的话 当然昨天来说的话它是有一点乖离 但对十日线的乖离已经有点接近到上次在11月23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一个乖离的幅度 也就是说短线上这一波其实它是沿着十日线涨 所以的话呢 那乖离拉到一个情况的话 那当然它就会有一些震荡的必要 那这种震荡的必要的话 当然你第一个就是要先观察 它的震荡的时候的话 它下档承接的力道 那所以以今天来讲的话 那今天来说的话 虽然说在前半场开盘的时候 它跌了一段下来 那上来以后今天到12点多盘中的时候就下来一次 但是你看今天在下来12点多在起跌的时候 那个时候指数是从14258左右开始 然后跌到最低的时候跌到了14203左右 然后到12点半的时候 它再往上拉起来 其实它是过了12点 就12点出的那个起跌点 也就是说呢 今天最后尾盘的那一段是有一点恐慌性的沙盘 也就是说那个沙盘 它在今天把它还手掉了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其实下档它其实承接力道还是蛮强的 因为今天的话 它其实就留一个下影线 那下影线的话 有些人的话 今天盘中为什么在最后12点又一段下盘 因为大家看的时候 在今天盘中的时候看到说 上半场震荡了半天 到12点的时候呢 它无日线没有守住 所以大家想到无日线没有守住 那么是不是就会下探十日线 所以的话它另外一个卖压就出来了 但是你看它在收盘的时候 其实它下来之后它马上又收脚上去 那虽然它收盘的时候呢 今天的点数还是跌破了十日线 但我觉得这一波它其实它的支撑就是在十日线 那十日线的话虽然它还没到 但是十日线因为上升的速度很快 所以短线上的话应该就在震荡两三天 那十日线就会靠近 所以的话呢 今天下来的这样的话 它并不是一个关键的黑K棒 应该就是说 它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短线有些人的获利回吐 那加上会获利回吐 大家就是看它的乖离大 那看乖离大的话 那当然短线先出一趟之后 那下来的话就会有承接的买盘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可以看到就往下 就是十日线是一个支撑 那再来的话 在十二月七号那里有一个次大量 那那个量的低点在一四一四二 那也是另外一个支撑 所以的话最近几天的话 你就可以观察这两个点位 那我觉得以今天就收脚来说的话 那它其实就把空间先留出来了 等于是说明天 我有今天的下雨天的部分可以去震荡 然后呢还有包括到一 刚才讲的这个次大量的低点 这边也还有一点空间可以震荡 那这个低点的话 跟前一天的实体红K 突破的实体红K 它又是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 那么短线上应该就不用太担心 就是说如果说今天真的是卖压非常沉重的话 它这个十二点半见到盘中跌 跌到两百点那个最低点 后面就拉不起来了嘛 它后面能拉起来就代表说 后面还有这个资金在进场 应该就是说还是有资金在等着要进场 因为其实它的这种走法的话 就是说延时日线走 它其实还是一个很强势的走势 因为的话我们行情来说的话呢 它在第一段的时候 它可能是延伍日线 但是你时间拉长 它应该是延时日线 因为延伍日线那种是属于超强的走势 那种超强的走势 它通常不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所以你往前看 比如说它今年从三月底落底的时候 从三月底上来那一段 那一段从三月一直走到七八月到八月份 它的其实的买点都是在十日线到月线之间 那因为十日线跟月线的时候粘得很近 所以它有时候盘中会破一下 但破一下又收上去 所以的话呢 应该讲说这个轨道 上升轨道它还是持续在 所以我觉得短线上大家就不用很担心 应该是去找今天在震荡的时候量缩的强势股 我觉得那个今天跟明天就是可以注意的位置 那当然话就是说一方面也要反映后面的基本面 那反映后面的基本面的话 那么好多股票或者是说明年成长性大的股票 拉回来就应该是早卖一点 那比方说你看今天同志盘中也拉回 那它的那个下跌你看也是在今天十二点多看到最低点 那后来在尾盘的时候拉起来就穿过了十二点的起跌点 然后甚至回到早盘的那个盘整区那边 所以它今天就留了很长的一个下一线 那你看今天刚好它就测了十一线的时程 那这两天震荡的时候就量缩 它量缩了之后今天就收下一线上去 那再回来看的话 营收现在都公告出来了嘛 那营收的话在11月份的营收是9.18亿 那9.18亿的话 那那个营收就是比8月份是成长了9.13%嘛 那跟去年同期比是成长了23% 那你看它事实上它的数字在十月份 因为十月份是8.4亿 那十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赚了1.08了 那11月你到9.18亿那数字又会更好 也就是说它可能一个月一块钱以上会变常态 那一个月一块钱以上到明年第一季的时候 又会放量 因为它第一季TESLA开始小量出货嘛 所以明年第一季的话就会量会放得更大 那如果这样看的话 明年下来就是15块钱以上 那15块以上的话 所以你看今天盘打下来的时候 其实今天很多股票盘中就是被借走了 所以你看它借了之后今天 就是说下眼线起来 那就变成是 这盘就变成是 短线有时候涨多的时候震荡就是 卖压是来自于这个逢高获利了结的 或者是说停利的一些卖压 但是承接的它就是买的是中长期的买盘 也就是说它买的人 它看了就是说明年你可能算15块 那你现在今天打下来的时候 最低点才到168 那168的话 其实算一算你本一笔就很低嘛 对不对 那这种的话呢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不求一两天 但是我放一个波段 那我放到后面的话就会赚钱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话 应该就是说 今天这种盘它既然不是一个出货盘 那你就应该要去找强势股的量缩的买点 那强势股量缩买点的话 我们从数字来看的话 比方来看看威刚 那威刚它今天的话盘中 早盘还蛮强的 那下半场有一些拉回 那拉回的话 今天差不多到五日线这附近 那今天投信也买 所以的话呢 那我们再从数字看 因为10月份有公告是0.86 等于一个月赚了8毛6 那股价70几 那11月份的营收是上去8.06% 月增8.06 那12月份是记忆体开始涨价 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呢 那其实明年也是随便也是10块以上 应该有机会是走到12块以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 它拉回也是应该要早卖一点 所以很多股票就是说 正当说我们应该去看它明年的基本面 因为毕竟今天已经10月10号了嘛 那10月10号的话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我们今年是一个 人家说是一个K型复苏 那K型复苏就是 往上的那个K 就是上面的那一撇 那一撇的话就是今年的一些防疫的股票 或者是NBA相关等等之类的 那那个是今年好的 但是呢 到明年它可能机期就高了 再加上明年的整个数字 就不会有今年这么好 对不对 那那一块的话 你看到那个是真正 我觉得应该要调节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 那个K字的下面这一撇 就是呢 今年有一些受到延后的 那些的话 我觉得就是明年会上来 所以的话 人家都会想说 因为明年5G会上来嘛 对不对 然后电动车也上来嘛 那再来的话 AI也上来嘛 那其实伺服器最近也传说 要慢慢要回来了 所以的话呢 那一些前面有地盐的 到明年它还是会回来 所以就会变成是 你把数字抓一抓之后 明年数字好的股票 它在这几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股票 它是从低档的时候 整理过之后开始涨 就像我刚刚讲的 像魏刚刚的情况也是这样 它就是前面的时候 所有居线都黏在一起 然后12月才过了 才过了年限 才正式开始拉开年限 所以像这种的话就是说 我觉得明年来讲的话 很多元件确实会缺货 就像现在的话 你看那个钢铁也是 钢铁也是最近涨得很凶嘛 对不对 那钢铁的话 把人买最多就是大成钢 一直买 大成钢 对 因为它就是有那个低价的 那个负存 所以的话呢 几个比较有低价负存 像是大成钢 新光钢 这些 中鸿也是 这几乎都是有 所以的话 资金其实还是一直在买 明年的展望 只是拉在不同的族群里面去轮动 那轮动的时候 当然你不一定要去追 已经涨上去很多的 可是你可以趁他们拉回 的时候去找买点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 这几天应该就是 找好股票来布局 那刚刚讲到说 像是 像是记忆体的部分 那记忆体的部分 3006 金豪科也是 那金豪科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上升格局 所以你看它的走势 它也是 所有的均线 它在11月的时候 才汇集在一起 那等于它到11月下旬 才开始往上突破 那往上突破以后 它的走势也是 上去以后 然后就停顿一下 上去以后停顿一下 所以它就一个上升的轨道 但是有时候 低档再起来的股票 它不见得一开始 它就会冲非常快 因为它脱离底部去 开始往上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 走三步 然后停两步 走三步停两步 但是呢 像你看它拉回的时候 其实就量缩得很快 对不对 这个跟它以前 刚起场的时候一样 你看它11月底的时候 刚开始起场的时候 它先拉两根红黑 然后就休息了三四天 然后休息的时候 也是量缩 量缩的时候投信买 对不对 然后再上来之后 创新高嘛 然后创新高之后 又休息两天 休息两天的时候 也是量缩 然后再往上又放量 那今天拉回 然后今天也是量缩 然后量缩的时候又收缴 对不对 所以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法人现在都是在买 明年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投信会比较积极 因为投信 对他们来讲 你现在12月的下半段就要到了 那12月下半段的时候 第一个我要冲的是明年的几小 对不对 我要冲的是年底的这个 投信的一个作帐 那但是其实年底投信作帐 跟每一季度的作帐 又不太一样 因为每一季度的作帐 有时候它是为了内计的数字 但是年底的作帐 成分比较跟之前不同 因为年底 有时候大家是买明年的东西 那买明年的东西 我就是顺势做 也就是说 我买明年的东西的时候 我一方面可以做 今年年底的极小 那一方面的话 我又可以直接去 补明年的东西 所以的话呢 在第四季的时候 你会看到 常常法人会有明显的换股 而这种换股 它就是把当年度红的股票 或者是当年度很好的股票 换到明年会更好的股票 所以的话呢 像今年成长很多的股票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股票 它是不知不觉 就一直往下掉 比方说你看像是原展 那到现在 其实它数字非常的好 对不对 可是那数字好 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对不对 你看它的走势 就慢慢的下来之后 其实就几乎是 破了所有的均线 那其他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也差没有很多 因为防疫的股票 也是类似这样 那原钢的意思也是这样 只剩下一条年线没有破 对不对 那这种就是说 我们在看现在数字 所以也一样 你要看的是 现在的数字 第四季开始好 然后明年又会更好 然后明年的数字 抓出来的EPS 跟现在的股价 比较起来 股价是有大空间的 像这样的股票的话 我觉得就是最近 这两天正当的时候 要去买的 所以法人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法人第四季时候 常常都在换股 第四季时候呢 大家都是把今年 比较强的股票 或者是明年不会更好的 把它换到 明年会比较好的 所以才会讲说 旧不如新 以前跟大家说 第四季时候 就是一个很好的 换股的时候 那所以因为有好有坏 所以你加总起来 来说的话 它指数就 不见得会下跌 那偏偏往上的区块里面 又比较占全值 因为半导体这边 虽然说今天联电 他们是拉回 然后华邦店今天也拉回 但是半导体 还是明年好的股票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最近 连设备的股票也在涨 因为像最近的话 3131的红数 它就是先上去创新高 那创新高之后 拉回到这边 其实也是回撤颈线 那它为什么会好呢 就是因为在反映 台积电的新厂 这边已经可能准备 要开始了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现在大家做的都是明年的 那既然做的都是明年的话呢 那操作上我就会建议大家 刚好可以趁现在震荡的时候 把手中的持股去做一个检视 因为手中的持股检视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用一样的资金 把它换到明年趋势比较强的 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说 明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半导体很明显 因为半导体虽然你说它今天回 连电是回没有错 然后华邦店也是回没有错 但是其实他们是真的长得很多 所以他们长了这么多情况之下 它本来就可能会回 那你说像华邦店好了 它今天回 它今天回的时候 它在补那个缺口 那补缺口它今天还没有封闭 它就给你收缴 对不对 今天的话呢 反而有些调节 对不对 但是它涨幅 说实在话它涨的幅度也大 那它涨的幅度上来 涨这么大之后 修正本来就是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股票的话 在明年其实供给真的增加的也不多 但是需求增加又多 因为怎么讲 你供给上面 高阶制程就几乎是 台积电占了大部分嘛 那你其他的成熟制程 没有人要扩啊 对不对 你现在要扩也没有那么快啊 对不对 那其他的也是一样嘛 记忆体如果是讲到低润那一块好了 低润那一块的话 那么中心就被制裁嘛 然后其他的话呢 这个大陆那边也是嘛 那你扣掉这些之外 还有子工又出财务问题 所以那个东西它变你短期之内 你没有办法增加那么多的供给出来 但是需求又上来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明年电子是好的 那半导体又占台湾很大的比重 所以你说指数会怎么样 我觉得指数不会有很明显的 不会有大幅拉回 应该说它今天就不是一个出货 因为你看今天台积电也收红黑 对不对 而且台积电今天的话呢 它事实上它就是今天拉回的时候 它事实上也在前两天的低点 都还没有点到就收缴了 所以这种盘一直整合起来说 我觉得拉回就是应该要找好的股票去买 因为多头的时候在走的时候 就是说涨多它都会拉回 而且多头的关系就是 它很容易是还涨去跌 它下来的时候其实速度很快 但是呢就是一两天 那所以的话呢 我会比较鼓励大家趁拉回 出去把握好股票 那当然把握好股票的话 我们明天会布局一档股票 是11月营收很好的股票 但是买其实也不是买11月营收 是买2021年的EPS会成长很大 那这个也跟明年的趋势有关 那我觉得它应该会有五成的空间 那这个是跟明年的获利预估推算回来的 那所以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今天可以先报名 那我们今天先带来报名朋友 明天就带你一起进场 那最近投信在买面板股买得很凶 你会认同吗 我觉得面板也是涨价的题材 但是面板涨价的幅度 它后面的爆发力 我觉得会没有记忆体大 因为面板来说的话 毕竟它的供需的部分 没有像记忆体这么明显的比较不足 所以我觉得面板来说的话 如果两个族群去选的话 我会觉得记忆体比较好 好非常谢谢软慧之分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最近有购物换物需求的听众朋友 提供赏物讯息一则 台中七旗豪宅品牌 允匠建设首度跨区开发 在桃园A7生活圈推出了允匠大作 跟全球前十大新级饭店设计团队来合作 联合打造精品饭店的住宅 而且有专属的秘书服务 把它导入社区 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允匠大作的A7接待馆来赏物 好那美国股市出现比较明显压回 这种这个是压回 这个是单日的一个压回呢 还是颇段的压回 我们来请教红利投信投资策略部的邓声明副总 邓副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好我们刚刚有听友在我们留言板上留言 说他今天把所有的股票全部出清了 可见今天这个下跌也的确蛮震撼的 尤其指数在高点 大家当然人心会比较浮动 那盘中的时候12点半 我看到打盘跌了200点 也的确蛮这个刺激的 但是后来又拉上来 不过我想今天蛮多人就这样出场了 当然现在出场应该还是赚钱 因为你会在这边一次把股票卖掉应该是赚钱 那当然今天台股的压回跟美股的下跌有关 那美国股市呢 我们看到尖牙股跌很重 像是苹果跌2% 亚马逊跌更多 亚马逊跌了2.3%的幅度 脸数也跌了1.9% 微软跌幅也1.95% 谷歌跌了1.85% 那我们知道这五大尖牙股跌幅都在2%上下 这个其实相对而言 第一个跌是整齐 第二个跌幅又相对明显 所以使得美国那他的指数呢 在周三回档了将近2% 废半甚至回档将近3% 那你觉得这个回档在高档出现这样的行情 到底该怎么观察呢 我觉得第一方面这样讲就是 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 等于11月整个月份 还有包含12个月的 等于三分之一 等于上旬都在上涨 基本上都 基本上没什么停的 等于就可以说是从10月 甚至拉长时间来看 10月下旬就开始涨 等于是美国选前就开始反映 大概选完了 大概就是变数拉掉 然后就开始整体一直反映 Christmas sales 还有就是一些比较 利多的一些因素 那你要是看就是 有一个指标可以看来 就是说 那个美国的家计单位 他股票的那个持有的那个比例 这个比例现在是大概41% 那可以说是2000年之后的 相对比较高峰的一个水准 上一次的高峰可能是 可能是几年前 那你看即使在这个金融海啸 那个时候也没有到四成 39% 那2000年的那个网络.com是47% 换句话说现在散户对 美国散户对股市这种程度 是爬到最近10年的相对高位 但问题是有一点蛮有趣的 就是说即使如此 但法人的现金的比例还是高的 就是说法人还是没有那么 把那么多的钱放在风险部位 但你要看另外一个视角 第三方就是大股东是怎么做的呢 或者说美国的企业 他都用现金去买回自己库藏股的情况 今年和明年都不会太好 在2018年建近10年高峰之后 今年和明年都不理想 那去年也蛮高的 那前年2018年是6291 去年是5681 今年预估只有1500亿 明年只有3100亿 换句话说从今年COVID-19 重挫之后成长一倍 也不到过去的一半 换句话说企业感觉 好像不是很想买他们自己家的股票 等于就是说你筹码的稳定度 中长期会是一个需要观察的一个方向 但是就短期的角度去看 的确大家看好杜大声 然后大家去持有股票的比例也变高 的确现在是波动行为变大 这是事实 但我觉得有一个观察指标 就是美国的选举人投票是12月14号 所以14号之后大概川普可能就 这个政治面的一个因素可能就先摆一边了 那我是觉得说12月中以后大概美国那边会比较淡静 因为要开始要放假了 那我觉得基本上就大概就是这样 今年大概就基本上整年拉起来 看的话股票的一个回报是高的 那你要讲说这一波是不是就都没有了 我觉得现在言之还过早了 等于就是它其实都没有破任何的一个 你General Index你NASDAQ跌个2% 就是说金牙股跌2% 其实我觉得这个回档 个股或是指数本身来讲 都还不算是怎么样的一个 有规模的一个回档 还没有trigger到 就是我现在开始就要看得比较保重 所以你觉得还好了 这并不是一个大别的开始 那你要是以本益比的角度去看的话 当然本益比跟自己的平均5到10年比 当然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准 自己跟自己比是高 那你要是跟新市场比 新市场当然比你低 那你自己跟自己美股就是最高的 相对来讲的确是这样 现在就处在一个尴尬期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波金融市场的大涨 就是这个金钱游戏 就是说资金过剩 所堆卸出来的泡沫行情 只不过就是说目的在于说 用这样子的金钱 这样大量的货币的释出 去推动实体经济的复苏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表征的情况 跟目的性两码子是 那后面经济会不会复苏 那其实你也看到经济复苏的一些影子 而且很强劲 比如说海运现在目前大好 空运大好 然后钢铁铁矿石 这些都在涨价 那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的失业率是越来越改善 然后呢消费力道也在出来 所以经济有没有好 车市也好 所以经济复苏的力道 看起来明年是会上轨道的 那只是说 这样的一个接续过程中 股市会怎么表现 因为我们先前股市是一路涨 对不对 就是说反应是一个资金的游戏 那他能不能正式接轨到经济成长 而再推升股市上涨 这其中是有一个疑问的 那中间的换档 股市的换档会怎么走 那其实是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 那我这边介绍一篇文章 我个人看了 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观念跟想法 他是这样讲 他说呢 照经验来看 理论来看 大规模的央行的放水 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激增 但是现在目前美国的通膨率 增幅还不到一% 那钱去哪里了呢 因为这个三月以来 美国联准会疯狂的放水 不是只有美国联准会 欧洲央行 加拿大央行 全球的央行联手放水 所以美股新市场股票 比特币这些资产价格全面上涨 你就知道了 那等等八个月的时间 美国的狭义货币供给量 M1就增加了40% 这个意味什么 就是说三月的每一块美金 都有40分钱 40美分 是美国政府开动印刷机 所制造出来的 这个M2 M1的增幅40% 是一个非常夸张的 货币的一个增量 那短期利率从1.5 降到0 无限QE 十年期国债利率从1.9 降到0.9 还有三万三兆的 这个所谓的直接财政刺激 那照理来讲 这个会导致通货膨胀 因为40%的M1货币供给量的增加 照理来讲会应对40%的通货膨胀率 那物价也会跟得走 但是现在目前通货膨胀率不到1% 这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他的结论说 这个钱就直接进入到了金融市场 三月以来美国股市涨了56% 那已开发国家股市涨了57% 新市场涨了59% 科技股涨了73% 而瑞茨涨了36% 美国的常债涨13% 然后原油涨了74% 金价涨了18% 比特币最夸张涨了217% 所以都在涨 那都在涨 就是说一个泡沫 资金是泡沫到通货膨胀 是膨胀到金融商品上去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妙了 那邓总你觉得这个换档的过程中 股市第一个换档 我们刚讲就是说 经济现在目前开始 要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股市势必有一个换档的过程 这个换档它会怎么样的表现 那以及呢 如果说经济真的明年开始 很明显的在上轨道在复苏 那股市又会是什么样的 这个表现的情况呢 我觉得就是你先看嘛 就是说如果说今年的COVID-19 那一次3月的一个大回档 假设那是一次就是经济的一个衰退 而且事实上也符合经济连续两季以上衰退 那如果说现在经济就不衰退了开始成长 那这就创了这个不到12个月 经济这个衰退的时间 低于12个月的一个水准 换句话说现在开始的经济增长 感觉是一个新的周期开始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要断点从那个3月那个断点去看的话 那现在就是新的story 或者说新的一个循环 那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可能股市反映的是 就是它是先行反映 那你也可以说它长得多 那你也可以说是 它之前是因为跌这么深嘛 那现在开始反映是新的一个周期循环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那是不是虽然它长得很凶啊 那虽然也长了很多 那之前领长的那些肋骨 后来有变得广度和深度也有些改变 那是不是能有延续性 那中间会不会就像你 就是主持人刚刚讲的 有没有问题 就是衔接的过程之中 会不会有空隙啊 就是可能大家会碰到顿挫 或者说这个结果后来 企业的获利出来没那么好 可是我看到有几个指标啊 就是你看企业 曾经是对美国企业看好度 好像它的那个升频 除以降频那个比例 就是升频的比例 大幅越升到四成以上 这个是如果是MACI Global 顶多只有两成多 还不到三成 美国又是一只独秀 你看看 就是说大家说 这个大水漫灌的结果 钱应该从美国往非美地方走 对不对 但事实上它最看好的 还是美国企业 然后接下来是全球企业 然后接下来才是亚洲企业 其他的新市场 所以美国还是高于大家平均值 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在这样的环境 如果说经济开始 出现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 因为机器低嘛 那美资利率也是 事实上你也看到缓步 很牛步啦 慢慢上去 那美元又弱势 那这样的环境 是不是因为钱又多嘛 你刚刚讲到钱很多 那如果它开始 比如说 它企业动作上 它开始补库存啊 然后它放更多的投研 投下去 然后它又甚至愿意资本支出 那这样的话 整体来讲 之前那些建牙股 成长股也不见得 就一定是在乘啊 没机会啊 因为你这样就代表 我又不断的滚动增长嘛 那成长股 你看到实际上 成长股也没有真的大跌 现在接棒的是一些 之前周期性的股票 或是涨得比较落后的 滞后的股票 小型股啦 或是周期性股在追 我觉得是 有点就是广度程度做一些改变 投资的风格改变 OK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最近啊 这个晶圆代工事况非常的热 然后 这个立基型的记忆体价格 在上升 那另外面板的价格也在上升 这些都是景气复苏啊 这个需求开始出来了 很明显的现象 那今天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日本的工具机的订单额啊 26个月来首次呈现增长 好 所以呢 日本今天呢 相关的股票啊 都上涨 好 那日本是工具机的大国 对不对 好 所以像是金上啊 好 这个大卫啊 好 这些工具机的股票呢 都往上走高 发纳科啦 好 都往上走高 好 那日本工具机工业会 他的统计数据说啊 2020年11月份 日本的工具机整体订单金额 好 初估值了 好 就内销加外销 就要去年同期成长的8%哦 好 是26个月来首次呈现增长 好 就过去两年多来都是衰退了 现在开始出现增长了 2018年9月以来首次出现增长 那订单额呈现增长 主要是因为北美市场 以车用需求为中心呈现回复 好 车用 你看汽车市场好 对不对 加上中国基础建设半导体的需求呢 强劲 好 所以从这个数字你也可以看到 又是另外一个证据 好 告诉你经济在好 好 开始要要往好的方向发展 那至于说回到我刚刚问 呃 邓风那个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我觉得啦 明年的股市势必不会像今年的行情这么疯狂了 因为他回归基本面 那回归基本面 他会去看 呃 个别产业 个别公司啊 好 他是不是具备啊 这个估值相对合理 而且呢 他的营收盈余成长相对强劲 好 回归到这样的投资方向了 好 所以说过去估值比较高的股票 他势必要修正了 好 因为之前来讲 大家的一个成长概念嘛 好 经济要复苏还没复苏 所以资金进入到这些成长股 欠压股 我觉得明年呢 为什么最近你可以看到价值型的股票 工业型的股票开始在涨 好 回复到这样子 所谓 比较从权益面的角度去看 本益比啦 殖利率啦 这些角度去看 那明年的股市可能就是 比较温和的上涨 我不晓得 邓风你能不能懂我的看法 我 我 我基本上我同意啊 因为 你每次在讲到资本支出的时候 其实你要 企业拿好长期的资金去做 投资 投研或是资本支出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必须经济的热度 他把它库存都消掉 然后他要看 看到他未来订单的能见度够 他才愿意这样做嘛 就是他一个产业的前景 他能够 够convincing 对他而言啦 所以我觉得每次讲到资本支出的时候 其实都是比较困难 就是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 等于潜水区过了进深水区之后 等于就是要去印证 他那个产业是不是有前景 那叫企业再进一步投资 那等于是经济要 等于是以目前的基础 还要再进一步加速 当然今年机器够低啦 明年的话一定比今年好非常多嘛 因为破坏之后的建设 一定是最好 但是机器变高之后 当然就是一定是这样 那我觉得就是您刚讲啦 就是说这个通膨重申轨道 我觉得迟早的事啦 如果说你以股市一直创新高 然后大家如果说 因为现在疫情block住 那影响到大家正常的一个上班 或是消费嘛 特别在这个外国国外也是这样 以开发国家美欧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回到一个正常状态的时候 理论上消费是要增加了嘛 所以通膨我觉得慢慢会带动 迟早会拉上了嘛 那因为它的钱它也没收 那股市 我觉得要去面对的风险 就是它政策什么时候转向 现在看起来我觉得看不到 立即转向的一个可能性 只是说民主党政府 它上台之后 它什么时候要征税 它什么时候要提高最低工资 什么时候要收紧监管 我觉得这个每一项的问题 我觉得它选举证件 去付诸实施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对风险资产 特别是对美股来讲 我觉得要去留意 就是它是不是会 那个时候 等于都是在股市比较高期 拉高之后 面对一些政策上的一个挑战 那我觉得会形成股价的一个挑战 那政策大转弯 的确会影响到股市 这是很重要的要观察的方向 对 那你说会比政策 只是说因为你现在 美国的参议院还是共和党吗 那拜登提出来政策 未必能过国会啊 你光是一个纾困 那9080和9160才差81 就炒半天 里面的组成好像不太像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 好像要发 加发什么300600 那看起来还是要 年底要过嘛 要不然到时候这个如果变成空窗 这个就是您刚问的那个空缺啊 就是他一个 就是哎 感觉这个空缺没有填补起来 不太OK哦 之前的素质很漂亮 你不给钱 有的人可能没投入了 或是肚子饿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空的 空隙在里面的 其实要补起来 漏洞要补起来 要不然的话 其实不如意习的话 就 所以他也不能拖延 所以该给的钱还是要给 所以就是撒钱之下的一个 一个结果嘛 那周期的环境 你看起来就是 疫苗在问世 虽然美国每一天的那个 确认的一个数量 是惊人的 很可怕 但是因为疫苗就是 纷纷问世 感觉正式不确定性 也在下降 所以这个 经济复苏是普遍性的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就是牛市这么 强劲的原因 那你说股市 有没有可能自己下自己 多杀多 有可能啊 因为就涨很多啊 你觉得会怕 可是你看到昨天美股跌 CBOE的VIX 基本上没很明显的上升 他只有上4%多5%左右 不到5% 其实对于市场来讲 基本上21点的这个位置 还是很低的 就是从VIX指标看起来 市场并没有恐慌的这种气氛 虽然他是杀尾盘 尾盘杀他特别凶 好那您刚谈到这个 振兴法案 书冠方案 那月底有没有可能过关呢 我觉得双方喊价的结果 就是差81 不到100亿 我觉得有机会了 等于就是 因为其实共和党 明年1月 还要再选一次 乔治还有两期嘛 所以他也不能让蓝浪 真的发生啊 不如果真的发生 这个对共和党也不利啊 所以他钱 该拿的钱还是要拿出来 其实共和党有退了 就之前他愿意拿5000亿嘛 那现在愿意拿9000 其实他差不多了 他另外一个坚持 就是说钱不能发给州政府 对对对 这个炒翻天 那我看两边都蛮硬的 但是我觉得 就跟谈脱欧一样嘛 就是你 他们硬多久了 好几个月都很耿 好几个月都谈不成 但最终 钱快要断点了 你刚刚讲那个断点 可能就是年底 不行 要过圣诞节 要过新年 所以他这个钱还是要发出去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接续方案 就年底也渴望要出台啦 一定要给 没有给的话 股市就准备点嘛 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不确定性有时候是政客 他们之间的一个论战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还是要给这个提供这个现金的一个支票 不能拖延啊 等于是有这个压力 而且股市现在每天在看这个因素 如果一旦落空的话 可能就不太好 所以这个拜登也要继续川普的1200块美金的支票 发下去就对了 对 我觉得其实共和党也要发嘛 因为共和党他还是要保留自己的 他也保留自己的政治实力 事实上他们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力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延续的 那明年美国的投资等级债券 是不是会走空呢 会不会走一个比较明显的空头行情 的确 的确如果以你利率的角度去看的话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这个eal curve 持续曲线是开始收窄 就是往上走 往上往上走 那如果说十年在习 如果未来一年走到1.5以上 那现在是大概0.93嘛 那我觉得他利率敏感度越高的 这个主权债 我觉得的确是会受影响 他没有什么明显的行情呢 那光是要靠习收去吸引你 等于就是他习可能要 拉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准 那个长期投资资金才会进来 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机会成本嘛 就是其他的风险资产 你现在如果还是这个目前这个水准 他不痛不痒 你要拉到更高 拉到一个急剧 比大家平均的预估的急剧 还要再更高 好几百个bps 大家就会有感觉了 就觉得哇 你利率拉到那么高 那我可能回头看看 我是不是股息还不够富 不是说股息不太有吸引力的 我回来再买债 所以我觉得债一定会有压力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因为前世代够多 所以呢 他现在你看现在出来还是有人愿意认购 你看那个多低的那个利率 还是要买之前 钱多出来 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收钱 市场再看 那我看明年先收钱 有可能是中国这边 中国其实他已经变得比较硬了 所以他如果二季度开始收的话 这是什么时候其他地区收钱 有投行预估大陆明年下半年会升息 你觉得可能性高吗 我觉得第二季就要注意了 我觉得二季度就要留意 因为其实他那个放贷的那个利率 其实已经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要观察了 那因为中国这边的话 其实他也 他方向上来讲 他其实他的数字也在往上走 那我觉得 而且他比较早开始往上 OK好 非常谢谢邓正明副总经理 谢谢邓正明副总经理